我已经可以开始我们的会议 两分钟我们就可以开始 热情的欢迎各位 所有的发言人已经介入了我们的会议 好像准备好 大家已经在做出了比赞 女士部长 因为她曾经被要求参加 集市的政府会议 意大利政府会议 我觉得很重心 也很高兴能够今天主持这么有趣的会议 非常高兴 热情的欢迎中心的嘉宾 我希望今天的工作可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 热情的嘉宾 我希望你们今天听取阿拉伯语 因为我们这里是联合国会议 这是最好的可以让我们交换意见的一个平台 因此呢 我个人在开始的时候用阿拉伯语 做千言 我们 胜出一个特殊的情况 全球上 出于 疫情之中 所以 世界各地 经过 一定的变更 全球 因有 各种各样的灾难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 不断在变化 而 导致 我们 更感觉到 正当注意 使我们 要改变我们日常生活方式 有的人 无法 上班 学校被关闭 购物中心 没看门 有很多机关 或者 我们经常 访问的中心 无法进去 这是世界各地的 情况 都是 疫情 导致的 这些变化 是 现实我无有的 但是数字计划 它有一个钱财 可以随我们 希望 我们 危机结束 可以 更好的 从前我们的未来 传统的 方式 现在可能 已经是 过去 我们 冥想 跟 就是 集中于数字化 技术的 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要 考虑 这些数字创新 和数字技术 它怎么会 未来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各个方面 像 教育 工业 或者农业 这些 未来 是 数字 新时代 它 强迫我们 改变 然后让我们 提很多 问题 我们 现在 参加 这次 回忆 要考虑 几个 主题 最开始的时候 我想要 邀请 冯吉林 南邦 古格 女士 她是代表 联合国 女叔叔 是这部门的 执行 理事 然后 下一步 有请 利用 工发组织 总干师 要求 工发组织的 工作情况 至今的 欢迎您 我很高兴 能够在这里 见面 然后 要请 Gabriela Ramos 她是 教科文组织 负责 社会和 人文 科学的 助理 总干师 很高兴 能够认识您 下一步 会 邀请 Mario Simola 她是 联合国 拉家经济 委员会 副执行 秘书 致近的 欢迎 Simola先生 我很高兴 能够参加 谢谢 还会 热情的 欢迎 Andrew Selywan 她是 互联网 社会的 会长 很高兴 但我们 可以 互相 见到 感谢 您的参与 还有 Josh Kalmer 先生 没问题吗 她是 Zoom先生 Zoom公司的代表 是 全球 公共 政策 和 政府 关系 的 主管 在 Zoom 公司 是 确实 是 我的 智能 还有 Lily Rapaliner 先生 请 欢迎 欢迎 各位 她是 在 Fingo 负责 可持续 发展的 监管 中间 还有 Klaire Melamed 女士 她是 可持续 发展 全球 关系 代表 全球 关系 的 代表 在 开始 之前 我想 建立一下 我们的 会议的 基础 一些 一些 规则 我希望 大家可以 非常具体的 对 每次提的 问题 提供 回答 我们想要 了解 互联网 在疫情之中 怎么支持 我们的 社会的 保重心 和 和谐 然后我们 怎么能够 发展 这些技术 因为 这是在 我们的 现实 可以见到的 首先 有请 冯 Zilem Lambu Nuka 女士 非常感谢 日经 欢迎 各位 欢迎 发言人 也 欢迎 所有的 观众 我 这儿有一个 例子 想要 介绍 给大家 分享一下 给大家 对我们 这个例子 这个案 在 疫情之中 有 重要性 实际 到 对 对 妇女的 暴力 的 大流行 因为 很多 在世界 全世界上的 女生 她就会 受到 这种 暴力 暴力 是 全世界上的 女士 受到的 一个 可怕的 现象 有的地方 增长 40% 我们有一系列的 各种各样的 解决方案的 一个清单 比方说 我们可以通过 手机 让女性 发信号 提供 信息 给主观部门 请求 一些协助 或者在保持 所有的安全 情况下 提供 罪犯的 信息 所以 有很多国家 已经 应对 联合国 民主的 要求 但是 有的国家 当然没有 足够的 能力 可以 落实 让我们 满足的 解决方案 但是我想 可以告诉你 我们现在 做一个东西 我们 做 健康 普及健康的 一个 东西 所以我们 有像 越南 韩国 这样的国家 他们可以 使用 刚才讲的 这个 服务 手机的服务 把 保利的信息 提供 做官 机关 然后 所有的国家 可以使用 我们 建立的 平台 它可以 介绍 你国家 内 所可以 利用的 服务 这个 平台 负责 是由 Facebook 负责 意思是说 世界各地 可以使用 这些平台 而被 得到 相关的 信息 我可以 问你们 大部分 世界上的 女生 到现在 没有 手机 无法 入网 所以我们 需要 一些解决方案 对这些 无法 入网 或者没有 手机的 女士 也提供 一些 助力 我想 知道 你们在座的 各位 有没有 想法 可以帮助 我们 非常 感谢 您 下 一个人 请 李永 先生 给你一分钟 的时间 一分钟 的时间 请给我 一个例子 我们不会 讲的 特别 具体 好 我觉得 工发 组织 它是一个 专门的 一个 这个书 它是 负责 工业发展 执行的 旧感目标 然后已经 对我们 是 做 做一个 挑战 现在我们 使用 创新的方法 想要 使用 技术 技术 支持 工业 生产 和 飞机 卧 管理 另外呢 我们 还 思考 我们 怎么 怎么会 讲 各种各样的 创新技术方案 适用于 就是 跟踪 感染 链 另外呢 我们 使用 数字技术 支持 生产 特别是 在农业 领域 比方说 无人 飞机 或者是 我们使用 物链网 管理 第九日 能源 另外 我们也 创造了 各种各样的 创新 方法 在线 进行 教育 因为 在线 教育 是一个 非常有力量 的一个 平台 因为我们可以 世界各地 入网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就是 典型的一个 教育平台 它也可以 协助 保持 社会 保容 因为我觉得 最 最弱的人群 就是女人 很年轻人 为什么女性 因为他们 经常是在 放置 这个工厂 工作 所以 它缺乏 能够接触 这种新的 数字化 技术 我们专门 为这些 人群 或者是 对女性 传业家 编辑 一个课程 一种课程 让他们 提高 自己的 智慧 自己的 能力 更容易 找工作 我们也 面对 年轻人 我们会 继续这种 创新性的 做法 因为这是 很大的 挑战 感谢 各位 下一步 请Gabriela Ramos 给我们 一个 例子 一分钟的 时间 请你保持 时间几率 事情的 欢迎 各位 我想告诉 大家 教育文组织 它是 负责 教育 负责 通信 负责 互联网的 资源 所以我们 非常担心 秀 这个 秀家 信息 现在 可以说 大量 破到 普及到 互联网 所以我们 现在 或者是 家新闻 我们现在 和我们 在一起 要 应对 这些 家新闻 或者是 这个 云莫轮 我们 使用 hashtag 想要 打击 这种 无理由的 信息 另外呢 我们 有 看方式的 驾驭 资源 Made Made 各种各样的 资源 也想要 打击这种 加情报 我们 也 致力于 发展 对这个 疫情 普及 实际 信息 这样的 文化 这个 良好的 示范 另外呢 下一步 我想要 介绍一下 我们的 建议 但是 这是 下一步 的 工作 非常感谢 现在 Mario Simonie 先生 先生 Mario Simonie 先生 非常感谢 我想说目前的这个危机 它最最重要的冲突 就是这个非正式的这个行业 就是说那个黑区 那些人他们经常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 也就是这些公司也就是说 就是正式不存在 但是那些人他们还是工作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们如果有手机 那跟他们的联系是更容易的 但是在那些通讯行业的人 比如说通讯行业的人 他们比较会用这个手机 但是那些其他的行业的人 他们有可能他们的这些手机的用途不够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怎么申请这些补典 下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以这个分台阶的方式提供这个平台的介入 这样子说我们不会排除一些一些行业 目前在我们这个拉丁拉美的公司的30% 他们有比较大的问题是用这个网络进行贸易 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 原创工作和学习工作的这个难度 尤其是难对那些之前已经有问题的那些人 因为那个之前没有问题的人 他们现在的问题也不大 而且在拉美30%的孩子他们没办法用网络 所以这样子他们也不能学习 这只是问题之一 谢谢大家 现在好像好像有什么技术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可以继续 谢谢 那我现在想问苏黎芬先生给我们举个例子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 那我们现在正是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的论坛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还想提供另一个例子 这个星期我有一个不幸的情况 就是说我的比较年轻的朋友 他去世非常突然 而且他的家庭住在很多不同的国家 目前我们的旅游的限制 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他的家庭他们不能参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网络进行这个买力 当然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够好 不够方便 而且不够亲切 但是我们还是成功了 所以虽然我们目前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以正式的方式完成我们的人物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中这个网络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因为20年之前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危机爆发 那谁都不能做他的事情 而且这个买力我们也不能进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 我们必须要牢记这个东西的 之前没有的可能性 现在网络就给我们提供的 非常感谢 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 现在我想请阿BUNABAGOSH先生 请你举个例子 你在吗 对我在 看不见你 你在哪 我在这 我看得见你 那请你举一个例子 所以我只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是在国际的台阶 我们介绍了一个应用 而且这个在40天当中 只有三个译下载 它是一个跟踪的应用 而且在开始有很多人 他们害怕就是这个应用 这个数据的使用 但是最终我们成功说服那些人 下载这个 给我们提供很多非常宝贵的数据 除了这个之外 这是crowdfunding的一些平台 就是帮助人积累资金的一些平台 还有一些网络俱乐部 所以这所有的机构的存在 给我们一个新的启发 我们必须要改善这些平台 目前这些平台大多数是免费的 而且这些管理的费用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在一方面提供着所有人都能够使用的这个介入 但是从另一方面必须要保障最高的服务 目前这个 在美国的这个网络的使用是最便宜的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管用的工具 我们必须要更好的管用 好谢谢 我现在请拉巴里先生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对对我在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那我想简单的说 那我们这边的芬兰大学的大学上提供的一个例子 他们想在这个技术方面和通讯方面做出什么发展 所以他们进行这个芬兰和非洲一些研究者一起进行的平台 所以在这个平台这些两个国家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可以一起进行这个创新 所以这个平台有芬兰的政府 还有好几个非洲的国家的政府支持的 所以他们积累了很多年轻人 比如说在非国在一些目前已经存在的俱乐部 他们积累了年轻人给他们提供这个电脑的介入 网络的介入 所以这个给我们启发的是非常大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先生 现在想问 Claire Melamed 你在吗 我在 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任务 就是给政府和其他一手上的学区提供数据 这个尤其是在目前的大流行的时期重要的 而且尤其是在非洲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尤其是给非洲提供数据还有科技 这样子他们才能正确的应对这个大流行 而且最近今年我们在这方面做出非常大的收入 比如说在 Sierra Leone这个国家 他们当然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南边的人口的大多数就是他们不在数据之内 所以如果什么人不在数据之内 数据库之内 所以很难找到那些人 很难帮助这些人 所以我们现在帮他们积累这些所有的信息 让他们建设健全一个数据库 这样子他们能够有他们的社会更好的一个图 所以这样子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人口 而且这样子他们会知道这些一手上的人群是在哪儿 而且如何能够支持他们 这样子那些最受伤的人能够尽快受到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 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的题目就是说 如何把电子技术提供给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 那现在我想问我们每一个发言者 介绍他的工作 所以现在我们对每个人有一个问题 而且每个人有四分钟 请不超过这个时间 我们第一个问题 她是针对我们意大利的朋友她不在 但是 比如说 她是 我们想问一下 如何女士和年轻女士 能够足够的程度 使用网络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为我的朋友和同事 祝贺 因为这个报告 是非常好的 非常让人有所启发 当然这个网络的介入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只有这样子 很多人能够答应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而且如果我们谈网络 那这个电子鸿钩是一个实现 在这个南丘的几十亿人 他们没有网络介入 所以不管是网络还是手机 他们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在南丘 他们不能使用像这些发达的国家的 那么工具 而且这个尤其是女士 我们必须要保证 我们必须要保证那些南丘 尤其是南丘的女性 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我们的这个电子的世界 不管是电子工作还是电子教育 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不用解释这个给大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都都明白 尤其是在这个在这个封锁的时代 我们必须要以原成的方式进行这个教育 很多很多很多孩子他们不在上学 而且也受暴力 受虐待 有的年轻人被强迫结婚什么的 所以如果那些那些南丘的孩子 他们必须要待在家里 但是同时也没有网络 那这个造成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 对女士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在这个医学方面 女士在网络他们经常寻找一些关于医疗的信息 而且他们能够在网络找到一些帮助他们 完成其他的活动的人 所以通过提供这个网络的介入 我们能够保证更少女士 而且如果是提供更好的网络的介入 那最被汇集的人群就是女士 女士人群 所以如果女士能够网络的介入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钱 这样子他们能够有自己的投入 如果他们从这个网络被排除 那这个他们完全从这个二十一时代被排除 所以这样子一大幅度影响他们的生活 而且这样子也负面的影响整个社会 如果我们想达到这个性别平等性 那必须要汉重对女士提供这个网络 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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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邦文国家女士的介绍 告诉我们 我们在那些最需要的国家 需要进步的国家 技术进步的国家 所可以采用的措施 你特别是强调给女性的这些可以使用的 解决方案 让他们不被排除 全世界上有数亿女性因为经济 或者社会因素而被排除 所以这样可以改善他们的情况 现在有请 工发组织总干师 李永先生 给你的先生 你们的人物是 人少 包容性的工业发展 据你了解 数字的这个 创新技术 怎么会保证 这种保证性的 在各种领域的 可持续发展 另外呢 如何可以保证 公共方面和 民间方面的合作 非常感谢 我想 首先介绍这个数字 第一是入网能力 据统计 好像这个数字 技术的 在欧盟 我们有80%的人 或者70% 但是 全世界上是55.6%的人口 可以入网 所以我们想要 使用这种数字的 生产或者供应和能力 它可以受互联网的影响 然后现在 我们的 工发组织和全商 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何消除 数字 这个红狗 如何消除 现有的发展 和发展中国国家 之间的 差异 我们支持 国家 支持 政府 发展 国内政策 然后这个政策 包括工业化 我们发展 基于工业化 技术 的政策 然后现在我们 又在 欧洲 欧亚洲 一个在 各种各样的地区 有最少一个国家 可以享受我们的支持 发展自己的政策 发展数字 基础设施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 ICT 这个技术的计划 我们可以利用 数字 技术 我们已经成功的支持 一些国家 发展 更好的工业 生产 提高 他们的 这个 安全水平 利用 人工 智慧 或者是 发展 可持续的 城市 或者是 使用 环保 答应方法 做更可持续的 家庭生活 另外呢 在农业 我们也是普及 数字技术 当然 已经 他给我 很好的机会 帮 所有的成员国 做得更好 预防 感染 使用 这个 数字技术 这些技术 已经 用得很好 另外呢 我们也支持 民间企业 因为 可以说 机器人 他可以 促使 避免 很多的 这个 生产力的 不安全 减少 各种各样的 生产风险 我们也 了解到 这些信 可以说 数字 工作岗位 他可以 提高 人的 这个 工作健康 我们是 支持 数字 技术 想要 提高 社会 暴涨 和社会 的 复礼 我已经 提及 教育 当然 这些 新的 技术 可以 吸引到 作用 我们有一个 平台 可以进行 虚拟 智慧的 发展 特别是 这些 课程是 针对 复兴 因为它 可以提高 酒业 因为有的 工作岗位 可以感到 疫情的 影响 但是同时 他们可以 在新的一些 领域 得到新的 酒益的 机会 我觉得 在这个 全球 疫情 我们也有 很 传统性的 做法 因为 工业 发展 可以说 三分之 一的 排放 是来于 工厂 然后 我们的 能源 很大 这个一部分 是 用在工厂 所以可以说 对我们来说 这个排放 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我们想要 普及一些 可灾用 能源 或者是 各种各样的 污染处理 因为 我们想要 支持 气候便利的 疫情 这是我们的 全球的 遗传 所以 我 就是要 总结 工发组织 它 全新 例如 国际 合作 和各种 各样的 社会 民间 组织 合作 和企业 和政府 间 合作 然后我们 要继续 这个 发展 因为 我们要 更好的 重建 保持 我们的 绝对 的 一张 可以 落实 非常 感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行动 它可以涉及到 大量 人口 我们可以 创造 新的 工作 这是非常 重要的 目标 而且它 是符合 我们的 综合 目标 想要 加强 最弱 的人群 社会 人群 非常感谢 你们刚才 讲的 这些新的 主题 现在 我有请 Gabriela Ramos 女士 您觉得 有什么样的 可出现的 方向 涉及到 突发 事件 比方说 疫情 这个 新冠 疫情 我们怎么能够 使这个 风险 更低 我们可以利用 各种 什么样的 工具 什么样的 技术 改善 社会情况 消除 不平等 非常感谢 首先 我想要 说另一点 如果我们 想要 控制 风险 特别是 涉及到的 这个数字 更新的 或者是 人工 智慧的 这个风险 它一直是 一个挑战 不只是因为 有灾难 或者疫情 我们之前 也想要 保证 这个 一发 一发 我觉得 这个全部的结构 是特别 复杂 因为我们 有 互联网 之外的 很多的 措施 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 应急 计划 有 政府 方面 或者 各种各样的 结构方面 可以采取 决定 应对 头发 事件 所以 现在 我们在 互联网 也应该 有复制 这样的 解决方案 或者方法 或者计划 我知道 有些 技术 它可以支持 工业 擅长 但是在欧洲 最重要的 问题 是 安全 我觉得 我们想要 把我们的 作风 使它 成一体 同一化 现在 我们 经常 在这个 互联网中 可以跟踪 我们的 这个 接触 历史 我们可以 采取 大量 数据 我们知道 在线工作 在一些国家 之前有可能 7%的人口 有这种工作 现在是 有50%的人 我们有很多 的机会 可以利用 这种新的技术 甚至到 餐厅 他们 也可以 使用这种技术 太好了 但是 如果我们 没有协定 管理 我们的 做法 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 信息 现在已经 不被 虽然 打击 这个疫情 但是 它 有可能 成为 一个 风险的 原因 可以 用于 其他 目的 那 这儿 我们需要 一些措施 所以 我们 作为 教科文组织 我们 比较 满意 我们 之前 已经 发现 这种问题 可以出现 早 在 2019年 我们 被 要求 编辑一个 全球 人工 这个 智慧的 一个标准 然后 现在 我们就利用 这个 报告的 结果 我们 已经 学会了 怎么 使用 这种 数据 然后 我们 基于 这个 报告 准备 做一些 检议 那时候 是 很多 当事上 一起 工作 我们 在我们的 宣言 记住 或者 制定 我们的人选 是 这种 技术 解决方案 的新的 一个 一个 目标 我们想要 保证 人选 因为 我们知道 和我们 合作的 24个 专家 就是 编辑 这些 标准的 专家 因为 国际的 这个 规定 有一些 变化 所以我们 请他们 那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的 教科文组织 要讲的是 那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 请他们 帮我们 发现 我们应该 使用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重要的 这个 内部的 标准 比方说 透明性 或者 信息的 安全性 这么保证 外人 不是用 我们的 信息 所以我们 思考 特别 具体的 在我们 所负责的 领域的 一些新的 政策 我们就 那时候 想 应该 做什么样的 新的 工具 现在很高兴 告诉你们 我们也可以 做一个 这个 道德 效果的 一个 评估 这样的 一个 报告 我们 可以 包括 对我们的 环境的 影响 所以我们 可以看 这个 人工 智慧 全部的 这个 发展 过程 从 引到 位 因为 我们 可以 这样 在我们的 这个 苹果 报告 之内 利用 一些 道德的 因素 参考 一些 道德 的 方面 然后 这样 我们可以 知道 怎么利用 它造福 全部的 身口 是 所以可以说 这些问题 它可以 利用 与拒绝 一些社会 问题 经济 普遍等的 问题 特别是 在这个 完全性的 人的 生活的 领域 如果 提及 所谓的 绿色 技术 它们 也可以 帮我们 有更好的 生活 特别是 可以 帮我们 保持 这个 气候的 变化 渐暖 特别 特别 感谢您 提及 这些 教科文组织 的 报告 现在 有请 马特 西莫里 先生 南美 和 加勒比 这个地区 加勒比 地区 特别是 社会不公平 所以您觉得 这些技术 怎么可以提高 社会保证性 怎么可以 保证 加勒 具体的 社会发展 非常感谢 您的问题 这些过程 特别重要 我们不要忘记 技术 但是技术 不一定 每次有 积极的效果 技术 它也可以提高 不公平 社会不公平 技术 它是综合的 不是坏的 也不是好的 关键的是 怎么利用它 所以要重新思考 这个保 保证 社会保证的过程 南美 它需要 更保证 使用数字 化 因为 南美的国家 如果 单独的工作 它无法 建立一个 大市场 但是如果 我们有 一个基于 共同语言的 一个市场 大市场 那我们就可以 希望成功的 执行 数字化 涉及到 我们生活 各种各样的领域 我这里 我这里谈的是标准 法律 夸 大家 或者是 或者是和 金融 行业的合作 这个也可以帮助 南美 发展 社会 保证性 我们需要一个模型 可以促使中小型企业 可以公平的 投入市场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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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 这个市场 这样 规模最小的和最大的国家 可以公平的 享有 互联网的解决方案 只有可以公平的 享有 生产系统 才会有 社会的保证性 所以再一次强调 中小型企业 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们需要 公共政策 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需要政府的 积极的参与 但是也需要 技术的 这个政策 这样可以在南美 解决 社会保证的问题 所以 更高的参与 更高的 积极性 我们需要 所有的 利益 有官方 参与 这些努力 非常感谢 你们介绍 这些 这些社会的 机制 保证机制 你对 未来 也有 这种 成功的 干扰 问题 可以 在这个 世界重要的部分 减少得不公平 现在 请 那个 Salyvan 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 网络的 基本的素质 那一些 然后 它能够变成 一个发展 社会发展的 发动力 这个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难的问题 当然 网络 从一开始 在 在人类的发展当中 它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 但是也是在我们 打击这个大流行的负面的影响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网络 它是非常 非常一个突出的技术 但是我们 我们所说的是比较简单 我们把它看为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它是用很多不同的网络组成的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网络 在家里有一个网络 但是在这个基础的层次 有非常一个基本的基础设施 所以这样子 网络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技术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 在世界上有这个网络 网络性的通讯机制 所以这个网络它可以使用 使用来完成不同的目标 但是它同时保证我们互联互通的这个效应 而且最重要的 你不需要有任何中央政府的许可 就可以上网 所以这个网络给我们提供的这些 这个优势 尤其是那些新的意见的 介入的能力 所以这些特征 让我们能够自由 能够自由发展我们的社会和经济 所以这个 这个让我们能够开发一个专门技术 比如说我之前所说的这个买力的通讯的这个活动 但是同时网络让我们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政府或者机构 感觉我们必须要推进一些新的规定 但是这些建议他们经常不会考虑到网络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模型 所以如果我们以不正确的方式 怀着好的意向去介绍规定 我们有可能会怀着这个好意向会破坏这个非常好的工具 所以当然在我们建造什么建筑物的同时 我们对社会的对生态环境有一个影响 不管是建筑或者飞机上什么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我们所介绍的每个政策或者治理的方式 对这个网络的环境也有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所开发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工具 就是让我们能够评价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对网络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提供的这个工具它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否通过这个新的规定会改善或者改善这个网络 或者让它更坏 当然我们知道必须要有一些新的规定 但是我们要记得网络的基本的这个素质 它是让人类能够相互连接 所以我们必须要牢记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必须要保持这个意识 或者坏着这个意识 我们才能够介绍一些政策 所以每次我们想出什么影响万物的一个政策 我们必须要牢记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些因素 那我们可以失去网络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以在网络发展历史当中 我们看了那些规定 它们是非常大的方式影响这个事情 非常感谢萨利班先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提供这个官方的技术的接触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也想问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给阿布纳巴格先生 你觉得这个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能够如何利用这个技术科技的发展 让这个技术发展能够能够回击老百姓 尤其是在那些电力有缺陷的国家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 我所住的国家 我之前没有说我们在印度 但是所以我是从印度来的 但是我们跟发展中的其他的国家也合作的 所以为了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说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大流行的时候 是更重要的 第一件事最关键的事 就是这个电能的 就是供电的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电力 那这个网络也没用 所以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大流行的时期 我们必须要如何 如何跟那些遥远的这些社区提供网络 比如说给那些远程的社区的老百姓 我们如何给他们保证这个贸易的能力 尤其是通过这些快链付款 而且这样子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这些供电的问题 还有跟那些最遥远的社区提供这个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在德里我们有一家公司 我们他们的技术就是peer to peer 而且这个态能的 用态能的发电对电的这个技术 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技术提供这些电能的服务 所以目前他们用的六兆瓦的太能设备 来完成这个项目 还有在这个 Bangladesh 目前已经这个国家是两个艺人口 所以它目前已经有一个专门的法律 就是允许这个电对电的使用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积极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对应 所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第二个危机 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危机 这样子我们会在这个气候变化的当中 我们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气候灾难 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保障那些灾难 那些突发的灾难 就让他们的影响降低 所以我们所工作的这个组织 我们提供一个专门的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一起 我们有一个气候预测的一个机制 而且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也没有任何第二个这样的系统 所以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预测那些灾难 现在我想提到第三件事 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些货币的系统 因为这些灾难 灾难预防的这个行业 它有非常大的利润力 因为你投的每个一元给你提供两个元的收入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如何如何找到投资商 第二个是如何让那些农民 如何说服那些农民 使用这些解决方案 所以目前很多农民 他们用的这些装地的做法 不考虑到这些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低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说服他们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那些解决方案 去推测这些灾难 那我觉得我们都会非常成功 而且这些农业在这个大流行的时期 显出一个这些浮原力的这个趋势 还有四件事情我想提到的就是 消费企业 为什么那些消费企业是非常必须要支持的一个行业呢 我们所提供的就是MSME的一个系统 这些在一些支持中心 这就是一个在支持中心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它会积累数据 它会积累从这个六千万中小企业的数据 所以他们在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进行这些数据的比较 尤其是这些能源使用量的资源 或者水务资源 或者其他方面的数据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个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我所提高的四个解决方案是我们目前所做的 而且在这个都涉及到这个数字技术 也影响一大幅度影响社会的发展 而且他们也集中在那些受伤的那些社区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里我们有多因素的一种措施 你们才使用 我很高兴这种测试或者失联项目计划 我觉得在人口这么大的国家 你们可以成功地落实这种想法 可以大便改善你们社会的生活 下一个问题是 Geller先生 我们现在想要多谈社会保证性 就是公司他们整个能够合作 互相合作 还有和其他利益与官方合作 使我们的这个连接很快的能够成为现实 非常感谢 我很高兴能够今天和大家讨论 我会多谈教育方面 因为这是我公司还有类似的公司 一个有很大的商机的一个领域 经常技术公司 它有一点担忧 有一点怕或者是考虑 风险开始和政府方面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 或者最大需要的是信任 双方信任 如果双方有信任的话 所有的当事人 所有的各个国家的政府 它可以得到好处 我今天要多谈我的公司 我所代表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其他公司都一样 我们都可以和政府方面 一起合作 找付全部的人口 疫情保护之后 我们就很快了解到 教育要采取采现方式 但是很多国家 因为经常或者其他原因 无法伤亡 但是我们现在免费的 给我们公司的产品 给一万二十五千世界上的公司 所以我们说他们的 并不是就是免费的 给人家分享我们的产品 我说还有其他 我们公司好 或者其他技术也好 我们要深入的了解 收要的价值 或者本国的社会 或者政府的收要的需要 第一 为了更快的应对 这个突发事件 第二 为了包容 为了就是把他们的价值 看为自己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为了 就是给你们卖我们的产品 或者免费的给你们使用 我们的目标是了解 老师的需要 我们的国内的老师是 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能够成功地使用我们的技术 帮我们管理这些财献课程 使虚拟教室完全安全 如何控制数据的安全 保证孩子们的 还有其他人的信息 适应 不让外人进出教室 技术公司 还有各种经济体 它不是好了解这些价值观 然后以这些价值观为主 发展自己的产品 我们公司才出于 这个我们的发展过程的初步 但是我从开始 我们很愿意和政府方面合作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很愿意一起发展 就是说技术公司 政府 非政府组织 民间组织 大家也要一起合作 非常感谢 所以我可以理解 我们要付出努力 但是到现在的结果也是不错的 我们需要彼此的信任 我们需要致力于保持 各个国家的可持续的发展 各个人群的可持续的发展 现在有请 不公平而不是情况更厉害 谢谢 我觉得手机 它是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它是加快了信息的交换速度 它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现实 现在有很多公司才开始适应这些新的情况 我们好像还没有完全 还没有完全去适应了 所以政府或者是新的实力的这些中心 它必须了解到 现在有反对的趋势 因为有的人他们是反对这种实力的中央化 有的当事人 他虽然不是政府方面 但是它很有实力 另外呢 各个人的权利也因为互联网的技术而提高 各个国家 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 可以说一个生物状态 我们知道一般的管理的这个普通层 但是现在有很多单位 他们有权利 有势力 因此呢 这有新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在全球上 有的单位想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已经听到 有些和平 议程 受本地社会的影响 而改变自己的内容 因此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 更好地保证稳定性 但是从国家 从公司 从组织方面来看 我们想要了解 怎么可以想到 这些新的现实 怎么要应对 突发事件 在这个全球信任的调查 报告现实 有很多人特别怕这些虚假信息 76%的人有这样的担忧 它就涉及到这些在我们的手机上安装的平台 因为它不是看我们所有的形容 但是它的逻辑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形成了一些叫做平台上的社会 我觉得现在有很有趣的一种 区别 有传统的实力 传统的权力 还有新的权力 传统的权力 可以说是货币 新的权力 它有 另一种方法 它可以看它是一种 水流 这个 水流 标面越高 越多有人参加水流的标面越高 我觉得这种 这种实力 它把所有的人 邀请 就是参加一个主题 然后它要管理 所形成的训动 所以我觉得 它不只是建造一些内容 但是它有新的权力 可以执行 传统的像银行 媒体的 这些机构 被忽略 因为现在这个新的内容 它可以分享所有的服务 像金融服务 商场等等 所以现在我们的情况 和以前不一样 非常感谢 我这里还想说 有很多事情 已经几种改变了 我们要学习新的 管理生活的做法 管理我们的国内的情况 好 现在有最后的问题 有金克雷玛玛玛女士 我觉得可以说 现在 我们 所有的这个数据的 还没有充分的利用 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 把数据利用造福社会的 非常感谢 我首先 完全增长 你的概念 可以很明显地说 现在数据 没有得到充分的 使用 我们也没办法 正确分析 所有的数据 所以没有办法 给这个公共方面 保证最好的好处 所以我们的 还有很多的钱 才可以改善 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利用性 我们和各国的政府 进行合作 这里于是公共方面和 企业可以一起面对 这个挑战 就是面向可持续 目标的落实 现在我们有已经 70多个合作伙伴关系 有的是规模比较小 在地域级的 有的是全球级的 规模大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很多 必要条件 才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些数据 特别是资源和技术 在互联网的使用 所以无论什么领域 在这里也是 最重要是这个政治的领导 政治家要制作一定的政策 可以使我们的努力 成为一体 或者相交 所以我们要保证公平的竞争 而且世界各地 这个已经我们在做 因为我们需要公共信任 有很多基于数据的计划 无法落实 因为老百姓 不同意政府 执行这样的一个项目 基本上这些计划 是有利于社会 但是老百姓 没有信任 不能相信政府可以 正确地利用他们的数据 因此呢 我们有公平的竞争 和这个言论的行程 我们经常说 政治是所有事物的起源和目标 但是并不是这样 我们还需要一些结构之内的 内部的文化需要改变 因为有的政府 他看数据是一个要保密的 经常政府我们见 也无法交换信息 但是我觉得信息并不是这样 或者数据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数据越交换 我们的势力越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基本的 一个文化上的改变 需要执行 所以我希望市场上 也会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变化 使企业 这些建造工具和平台的企业 帮我们使这个互联合同 因为我们并没有必要做更多的 国导 当然企业它有一个利润的目标 但是我们也想要鼓励他们 一方面思考他们的利润 一方面思考互联合同的能力 这样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单位 就是合成 成为一体 所以一方面是要 需要文化上的改造 一方面需要一体化 一方面需要 需要对使用这个数据的 新的做法 需要更大程度的数据的交换 我们还会记得 过去我们上课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我们想 我这个不能 这个 这个 不能 我们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 如果学习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数据 然后可以建造自己的黄金 所以有三个基础 一个 政治黄金 框架 另一个 文化上的改变 就是我们要 普及 鼓励 互联互同 另一个是民主化 我们所有的人 都应该学习 能够使用这些 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个当然 可以造福经济 造福所有的 造福官方方面和企业 当然可以促使我们的 经济发展 非常感谢 您的贡献 我觉得我们 交流的气氛是 非常好 我们今天谈的是 互联网技术 对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今天 现在我们有最后的一个问题 请各位提供回答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首先请 因为 Poila Pizzano 在意大利的部长 还没到 所以我们从 另一个 嘉宾开始 我们首先要求 Claire Malamed 回答 对不起 我没听见 您全部的问题 每一个嘉宾 一个建议 我们如何能够 保证 互联网 可以造福社会 促使 民间社会 一个建议 我刚才已经 讲了 我说 企业和 官方方面 但是现在 我多讲 民间社会 因为我个人 就是 深入 我的工作 涉及 这个数据 但是我 恐怕 这个民间社会 到现在 还没有一定的参与 我希望他们 会有更积极的参与 我们 会看到 更多的安全 放后 如果 民间社会 可以提出 相关的要求 我觉得 这个可以 形成一个压力 然后愿你 做这种 政策的征服 它可以有 这一方面的 社会支持 这样我们 对市场 也可以有 另一个信号 所以 我把 投票 我给 民间社会 我觉得 这是非常 极力的 一场 的一个 组织 成分 非常感谢 现在 Fumzilem Lambanguka 女士 一个建议 请给我们 一个建议 非常感谢 我希望 看更多的 这个政策 可以 鼓励 和可以 支持 政府的 政府 对 我们的 企业的 支持 对我们的 民间社会 的支持 对社区的 支持 我希望 企业 和官方方面 可以有 更好的 合作 这样 这些 比较 远离 技术的 穷 社会 可以入网 另外呢 我希望 我们可以 有更多的 投资 投入 纪念人 网 然后 让他们 更愿意 有效的 参加 这种 技术 世界 我希望 我们可以 做这样的 一个生物 这个 你的生态 让大家 互相支持 然后 最终的目标 应该是 提高 我们的 参与力 提高 我们的 开放式的 技术 便宜的 技术 非常感谢 现在请 李勇先生 非常感谢 我觉得 如果我们 谈 这个数字 计划 他们发展 好像是 新的 工业 革命 但是 我们这里 有一个问题 一个 障碍 就是 数字的 基础设施不足 我觉得 政府 在这方面 他有 关键的 作用 他应该 和民间企业 合作 建造 基础设施 像高速路 或者是 铁路 如果 没有基础设施 这些新技术 无法使用 无法 除放的 发挥 作用 所以 无论 尽管 有各种各样的 课程 各种各样的 这种 数字化的 教育 我觉得 这个不够 所以 政府 有一定的 任务 他要支持 要提供 要融资 然后 市场 他也可以 进行发展 如果我们说 数字化 和 数字技术 我觉得 他们的执行 和 这些小处 数字的 鸿狗 需要这样的 一个合作 非常感谢 现在 把 这个 问题 提给 Gabriela Ramos 我们 的 参与 还有 我们的 希望 因为 我们是 国际 机构 所以 所以 行有的 这个 工具 比方说 那个 人工智慧的 道德 这个报告 或者 我们在 2015年 我们已经 做一个 环架 这回 连接在一起 怎么 保护 怎么 改善 我觉得 有很多 工具 然后 都是 以人为主 因为我们 不只是要控制 这些技术 保护我们 自己的 自由 的人权 但是 我们也要 就是 印象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的 改革 我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们必须 更好地 利用 我们的 工具 这样 我们可以 和人合作 我们可以 使 所有的 当事人 有说话权 我们 可以 保证 对这些技术 更好地 接触 然后 保持 少数民族 或者 脆弱的 群体 不被派撤 南方也 不被判撤 这样我们可以 更好 了解 这些好处 然后 人家同时 可以更好 保障 自己的 权利 然后 我们希望 这个教科 文组织 可以支持 他们 非常感谢 现在 有请 Mario Timoly 先生 感谢 非常感谢 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 现在 处于危机之中 所以 企业和政府 要合作 保证 数字 服务 给全部的社会 特别是 给这些 脆弱的 群体 只有这样 才可以 克服 危机情况 我们的社会 40% 必须 得到 这些数字的 服务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要求 撒利班先生 你在吗 非常感谢 这个社会 互联网的社会 是什么意思 是人 要自己 要求 或者 加强一些 政策 我们想要 做这种 案例分析 就是对 各种 这样的 政策 做评价 然后 考虑 它是否 适合 互联网 我们很愿意 和世界各地 的人 合作 这是我们的 承诺 现在 阿隆奈巴格尔先生 我们现在等你 非常感谢 我们作为 一个 亚洲 主要 从事 可持续发展 的 组织 我代表 这个组织 我觉得 非常重要的 事情 就是 数据管理 所以 我们 最近几年 我们所提供的 数据量 是非常大的 听不见你 听得见吗 现在可以吗 可以吗 现在可以听得见 所以 我刚刚说的 所以我们 最重要的 承诺 就是 提供 数据 给 公众 而且 让 公众 能够 容易 收到 这些 数据 我们有 不同 领域的 数据 而且 我们 想把 这些 数据 能够 提供给 所有的人群 这样子 我们能够 促进 政策方面的 一些 决策 而且 政府的 主要的 作用 就是 那个 公民 社会 所产生的 数据 必须要 必须要 是能够 能够使用的 尤其是 如果我们 我们 如果我们 谈这些 气候的 预测 系统 那这些 系统 他们能够 救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 有这样的 一个 元件 而且 我们 必须 我们必须要 考虑 如何 政府能够 能够支持 这个工作 非常 感谢 最后 最后 一个 发言者 Jostar先生 当然 我不能 我不能 说 就是 其他的公司 他如何 如何能够 承诺 但是 Zoom 的 承诺 是 我们必须 我们 承诺 严格 按照 政府的 最重要 项目 去发展 我们的 软件 而且 跟老百姓 提供 安全 和 便宜的 解决方案 而且 我也想说 我觉得 这个非常 今天的回忆 是 非常重要的 而且 我觉得 我们还应该 举办 一个 一个 会议 我们 就是 这个 政府 大技术公司 什么 其他的 有关 方 而且 我们 要一起 考虑 如何 能够 一起 行动 如果 能够 举办 这么一个 政策 或者决策 会议 那 Zoom 也会积极地参与 非常感谢 那 先生 李李 李李 老百姥 先生 那 我想 提到两点 第一个是 就是关于 这个公民社会 我觉得 我们还有 很多工作 要做的 就是 这个公民社会 内的工作 我们目前分享 很多最佳的 做法 而且 我们也提供 很多 就是电子技术 发展的一些 建议 但是 从 另一个方面 我们 我也想 请 政府 他们 允许 我们参与 这个过程 就是 我们请 政府 每个国家的 政府 允许 公民社会 参加 这个政策 决策 过程 谢谢 非常感谢 所有的 发言者 所以我们 总结 之前 我也想 给我 我也想 说 一个 一个 承诺 所以 我想 我 法语 说 这个 态度 是非常 简单的 这些科技技术 它是一个新 救我们 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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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 所以那些新的 数据技术 或者数字技术 必须要 允许我们 全人类 一起发展 而且我们 必须要考虑 如何能够 介绍 更多的 工具 和 举措 去 发展 全人类 到现在 这个没有 完成 但是 这是我们 人类的 一个 共同的 命运 所以 今天的这个 危机 也是一个 机会 通过这个 机会 我们能够 做一些 实践的 事情 而且 也是 也是一个 机会 让我们 作为 人类 一起 完成我们 我们 共同的 目标 所以我们 必须要 牢记 我们目前 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的 所以我们 必须要 考虑 我们如何 行动 而且 在那些 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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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会上 我们必须要 能够 评价 我们的 的 那些 那些 结果 所以 非常感谢 大家 非常感谢 阿比达 非常感谢 所有的 发言者 非常感谢 观众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